尤其是像他們那種需要學生練習對話 然後可以讓學生聽的時候兩支麥克風就OK 而且這個聲音蠻好 我那天在教室有一次的時候那兩支是靠在鏡頭而言 也會受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因為一般兩支我都離很遠 沒有有時候你要注意的是就是你那個麥克風會不會對到喇叭 如果你對到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一畫教室的喇叭有時候會尖叫 就跟你麥克風去KDD唱歌有時候對到就中了 所以感覺不是麥克風嗎 沒有沒有沒有它是收音跟初音的 對不起等一下我們現在記得此時此刻 我用這一台用大螢幕錄你們對不對 它理論上麥克風只有我聽得到 你們剛才講可能收不到 那我現在手機它就比較廣用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收到你們 你們老師也是一叉馬上用 這是電池室跟我上禮拜那個三支充電不一樣 那現在我們是現場是聽到學生在開水龍頭 這是水龍頭的聲音 那這一台可能它 可能會進去一點 那有可能它 我不曉得是不是它對人聲 人的聲音有優化 然後它會那個一點 然後也許這台一定錄不到 因為這台麥克風目前放在這邊 所以變成大家有概念之後就是 收音顯示操作 就這幾個點弄通了就沒事了 對對對 謝謝